自然考课 它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图像 这个图让你看起来必须是舒服的 所以脑袋是不紧张的 是放松的 按不了呀 你就看到缘分的颜色 看到清晰的重点 看到重点跟重点这边很清楚的脉络 所以像是这样 就是一个简洁的心字图 眼睛看起来必须是舒服的 它的优点就是 所有的重点是图像化 所以所有的重点一看一目了然 你看我们用脂干的结构 把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因果关性把它书写下去 所以一个正确的素质 到底哪里要分岔 哪里要延伸 继续往后写 这就是抓清楚 它们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 相关的概念用同一个颜色来书写 概念不同 我们就用不同的颜色来书写 你不自觉脑袋的运作 就会帮你区分 新字图平时不书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来用 另外如果你遇到一个复杂的题目 找不到思绪怎么去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新字图来明清你的思绪 它也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去找到 写一个题目的概念 一张新字图要怎么写 基本上中文三个重点 写一张新字图要先找到大纲 先略读一次那一篇课文 看到整片森林是长什么模样 你才可以后来去找重点看细节 如果是未来读课文的话 他刚都帮你找出来了 那就是标题 接着你才去找到重点 什么是重点 重点不外乎名词跟东西 这样子文字就可以很精简 这些关键重点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没有找到正确的关系 那你就无法被活用 找关系 其实就看两个关键 一个关键就是看标点五号 一篇文章里面的 道号趣号冒号分号 也是有用的 另外 那就是文字里面的连接词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 且 或 但是 然而 所以 这些连接词 其实就在告诉你 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 找到正确的关系 你就可以画出正确的字 但要成画 短短的一段文字来做示范 请读一次屏幕 然后想想你抓到哪些重点 你刚读完一次了 你问他从头到尾这一小段文章 想要告诉你什么 为他招的标题 他想要告诉你 航星是如何演化 接着呢 再来抓细节重点 找到有三个句号 也就是说字上 区分成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句号 重点在哪里 名词跟动词 天文学家认为 星际戒指 名词 在某些条件下 会形成 红星 名词 逗号 只是稍微 评论一下而已 所以逗号 表示前后 一定是相关的 所以后来 进入昌白 主续心 名词 的 稳定期 好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写 星际戒指 他就叫星成 恒星 素姿要往后 因为他们是前后关心 写挂了之后 连行两个字都可以不用 逗号 所以后面 就往后继续写 他就会变成 主续心 的 文 定期 所以文字精简 但是我们都有装到重点 好 再来看第二句话 虽然是句号 可是前后 第一句话 跟第二句话 显然 是不是因果 继续往后的 在演化末期 红星会 膨胀 动级 形成 红巨星 名词 所以 我们就要继续往后写 可 写老师的字不够呢 所以 应该要往后写 没办法 字太小张了 所以老师就绕下来 因此 所以当你在写线纸图的时候 最好准备一张最合适的 大概就是A4的字 A4的字一眼看 可以移没了人 然后A4的字要拿横的 这样你写因果 往后书写空间 就会比较足够 不同的概念 要用不同的颜色 即使这是同一段话 应该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要同一个颜色 如果有第二段 那可能是第二个不同的概念 那就要用不同的颜色 接着看第三句话 质量 比太阳大很多的核心 豆豪 所以继续往后 爆炸动机 形成超新星 名字 豆豪 所以继续往后 中心 质量被压缩成中子星 或黑洞 或关键字 后面虽然是后号 可是出现半识 这表示半识前 和半识后 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先把半识前的写下来 质量比太阳大很多 那你写重点整理的时候 不要写质量比太阳大很多 哇好累赘 大脑负荷太重 你就直接写质量大于大于太阳 越精简越好 质量通常 如果你懒得写 用什么来吃 但 嗯 所以通常有一些比较 惯用的 符号 记得拿来用 图像哦 所以字列上就好 他说质量比太阳大很多的 它会爆炸 这就是超新星 逗号 刚说逗号 表示有关系哦 所以继续往后发展 中心 会变成中 紫心 或 黑洞 或 所以要分岔了哦 这很重要 这就是你在灵气快度 逻辑关系哦 下一句话刚说了哦 但是 这是关键哦 所以是分岔哦 不是继续往后 太阳 质量 小 所以在演化末期 不会 自我爆炸 所以 但是 我们 就要 从这里 分岔出来嘛 质量 太阳 质量小 所以 不会 爆炸 这就叫新制服 至少 但是所有的关键重点 统统都有 看那五个选项 请挑出答案 老师没有教过什么叫 红巨星 什么叫 竹巨星 虽然没教过 可是这一题 你比较会读文章 抓到正确的重点 答案就出来了嘛 他说太阳是什么 太阳老师写在这里 不会爆炸 爆炸 就才是超新星 因此也就是太阳 不会变成超新星 所以那个选项里面 只能有超新星的 都去掉 超新星后面 才会有黑洞跟中子星 是因果的哦 既然没有超新星 当然就不会有黑洞跟中子星 选项里面有黑洞 有中子星等 都去掉 有没有发现 答案就浮现出来了 所以读文章很重要 不要欺忽这样的能力 我们来看 那如何用来简一个 比较复杂的题目呢 看一下这个题目 正确看懂题目 并且找到线索 能够知道 从何左手 以后不妨遇到卡住的题目的时候 从这个面向来 离清你的思绪 他问什么 他问资女性的半径 是太阳的几倍 然后来离清思绪 题目给你什么条件 来我们把它写下来 如果你用新字图的方式 写光度 跟表面温度的四十方程证明 也跟表面积程证明 来 注意看老师的写方法 光度 跟两个东西有关 写前后 这是衣服 写上下 那表示这两个是病 都跟前线这个有关 所以光度跟两个条件有关 跟这颗恒星的表面温度有关 什么关系 跟温度的四十方程证明 光度跟表面积有关 什么关系 跟表面积程证明 然后他给你两颗星 太阳 资女 写完老师黑板温度之后 一看 问半径 给这些条件 你认为 他给的 哪一个跟半径有关 应该要连结到 就是跟表面积有关 半径就是长度 表面积就是面积 长度的平方比 就是面积的比 所以你要算半径的比 就去算表面积的比 再开个号 就是大海 因此我们要设法 把表面积 自明星是太阳的智能算出来 再看表面积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如果要算表面积的比 应该就跟光度有关 光度又跟表面温度有关 那表面温度他有给你 光度他有没有给你 没有直接给 没有直接给神要想学过什么 可以把绝对星等跟光度扯上关心 是星等可以知道这一颗星的亮度 绝对星等就可以知道这颗星的光度 星等差一等差二点五倍 星等差五等差一百倍 子女是零 太阳是五 数字越小越亮 所以表示子女星的光度是太阳的一百倍 所以光度的0就知道了 那表面积到底跟光度还有表面温度是什么关系 这是数学了 如果你数学乱等 那你就这么瞎 6等于2乘以3 所以我们就说6跟3乘正比 也可以说6跟2乘正比 所以表面积就是这个2 2等于3 2就等于6乘以3 所以表面积的比就是光度的比 除以温度的四十倍 光度就是跟绝对星等有关 绝对星等差五等的光度差一百倍 表面温度子女是太阳的几倍 就是一万除以六千 它要四十倍 除出来之后开灯号就是答案 开提再看一次题目 她问什么 逗号前都问谁的表面会度高 逗号后都问谁的军对星等小 给什么资讯 太阳负26等黄色主序星 子女0.01等星蓝色主序星 深锈4 0.8等星红色超序星 第一个问题简单 谁温度高 那就你学过了 温度高V就是看星星 所以当然答案就是蓝色的子女星 谁绝对星等数值下 是不是太阳 不是 这里写的负26 0.01 0.8 应该是四星等 她提供给你四星等 却问绝对星等 因此这三个数字没有用 那你就要想绝对星等 可以知道这个物体的光度 换句话来说 他就是问你 谁的光度比较大 这时候你就要想你学过什么 什么是光度 这个星发出的光 它的长度如何 就叫光度 什么是光 光就是能量 所以光度就是这个星 每秒发出的总能量 到底有多少 这就叫光度 好再看一次题目 他说太阳是主续星 有一个类叫超巨星 它的体积就是太阳的百万倍 体积好大 所以就有好大的表面积 因为它的表面积很大 因此每秒 从每一个地方发出的能量 加起来就会很精简 答案就出来了 你就是要挑 体积大的超巨星 只有这一个是超巨星 它就是答案 他问玉山高3845公尺 玉山的山顶气温会是几度 然后它给你什么指标 它给你所对流程高度每高1公里 温度会降6.5度 它给你将一个地域高27公尺 这里的温度是28.4公尺 那就3845公尺 减27公尺 一公里将6.5度 所以温度会差几度 降24.7度 然后三角下的温度是28.4 降24.7 算出来是3.7度 有没有答案 没有 错在哪里 到这里 通通都没有错 但是你仔细看 题目有关键 你都没有用到它 它说 温度要考虑 大气降温率 和地面热源 刚刚我们这么做 降温 1公里6.5度的比率 只考虑到大气降温率 有没有考虑到地面热源 没有 你学过什么 就是讲地面热源 地面会自己放热 空气吸收了地面所放出来的热 应该温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在考虑地面热源 实际上玉山顶的温度应该大于3.7 因此你就要选最接近3.7 而且大于3.7的那个选项 那个就是标准的答案 新制图写起来 你会觉得 哦好花时间哦 因为你本来不会 刚开始练习 你刚才要花时间 先有形式的来练习它 写到你很顺手 它就会转换成读型 记住 改变读书方法 你的成绩才会改变你 对 对 对